今天新联播报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涉港重磅决定 根据这项决定 今后凡是主张港独否认一国 斜阳乱港破坏国家安全的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经法律认定之后会及时丧失议员资格 这是继香港国安法之后 中央完善一国两制制度打出的又一届重拳 我想这是在提醒所有香港的从政者 爱国爱港为民办实事才是应该永远保有的初心 所有那些拒绝理性义政一心祸港殃民的行为 迎来的只能是这样的迎头痛击